以色列习黎巴嫩真主党称摧毁数以千计火箭发射器 以色列军方25号宣称 侦测到伊朗撑腰的黎巴嫩真主党准备进行大规模袭击 以军已对真主党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行动 战机击中及摧毁数以千计瞄准以国的火箭发射器 以色列进入48小时的全国紧急状态 总理尼潭雅胡警告 这不是最后一步 军事行动还没结束 真主党则声称朝以色列发射逾320枚火箭弹 击中11个军事目标 作为以色列上个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 暗杀真主党高阶军事指挥官舒库尔的初步回应 执政将满100天赖清德卓容泰不锈个人主义 抚愿打团体战 赖政府27号执政将满100天 党政人士25号指出 赖卓体制下的府院踩团体战 不以个人英雄主义面对民意 府院有高度分工与默契 总统赖清德27号将以一般行程度过 行政院预计28号举行行动101策略记者会 行政院长卓容泰将出席 向民众报告在新时代下的新政策与新建设 这 德国索林根随机砍人三死八伤警说 26岁叙利亚男子坦诚犯刑 德国索林根23日晚间举行的建成庆祝活动发生随机砍人案 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 德国警方25号表示 民叙利亚男子向警方自首并坦诚犯刑 声称他就是凶手 这起事件让德国社会及联邦政府重启禁刀令辩论 支持收紧禁令者认为 更严格管制措施能防止悲剧重演 反对者则主张 现行相关武器管制法规已足够 加强禁令恐限制公民自由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小石河联盟分裂将同场进逐大位 日本前环境大臣小泉晋次郎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 数位大臣和野太郎都有意参选自民党总裁 三人在2021年总裁选举中曾合作 被外界称为小石河联盟 根据各家日媒所公布的民调 可以看出三人的人气都很高 这次将转为竞争关系 自民党相关人士研判 党员票的竞争将相当激烈 专题 海陆保育动物竞表演金屯秀将走入历史台湾动保皆新夜 动物展演管理办法历经二年讨论 今年7月底上路 将水域和陆域保育类野生动物一起纳管 规范不得进行不当展演或与人互动行为 动保团体认为全球13国已无金屯秀 国内两家业者应跟进 海保育正在辅导业者调整不适当互动表演 专家指出 金屯被人工圈养等于被囚禁 对身心不利 因此野生人工圈养寿命落差大 以水族馆最常见的评比海豚为例 在野外寿命约50岁 在欧美67个水族馆的记录 平均活12.75年 未来一周高温上看36度28号起各地午后防大雨 气象鼠指出 26号各地大多为多云稻晴 27号雨区缩小 雨势减弱 是未来一周天气最稳定的一天 28号起到9月1号偏西南风 天气转为不稳定 上半天多云稻晴 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并有局部大雨发生 温度方面 未来一周台湾各地高温约在摄氏32至35度左右 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平地 华东宗谷人要留意可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 四哥正刊文谈台湾医疗压力提改革关键之一提高健保费 医学期刊四哥正刊登一篇探讨台湾医疗系统是否正在濒临崩溃的文章 指出台湾健保成功的背后隐藏着日益严重的问题 如保费低廉健保财务危机 间接导致医疗院所人员长工时低薪资血汉工作环境 并透过台湾与美国互并比差异 医师工时说明台湾医疗系统压力不容小觑 文章提及抢救关键之一是提高健保费 国内医师同意开源重要 但部分负担人偏低健保总额包山包海等应处理 中国歌手王以泰来台开唱用中国台北宣传陆委会说 违规不予许可 中国大陆歌手王以泰原定9月中旬来台演出 但他宣传演唱会时使用中国台北一词 以及主办单位有先卖票后申请的情况 陆委会指出违反台湾的相关规定 精化部会讨论后 依法部与许可王以泰来台演出 陆委会也强调 两岸交流应秉持对等尊严原则 不容许有贬低台湾地位的宣传行为 孙政Outbreak Europe夺冠叛臣霹雳舞借王建民 台湾霹雳舞一哥孙政25号在斯洛发克举行的 Outbreak Europe文化赛中火力全开 把自己的招牌套藏到决赛清朝全出 收下冠军 完成儿时梦想 他开玩笑说 希望成为霹雳舞界王建民 让世界因我而看见台湾 巴黎帕运开幕式田径刘雅廷 捉求陈伯燕任长齐观 巴黎帕运将于台湾时间29号举行开幕式 将从巴黎地标凯旋门出发 行经全球最美大道香榭大道 接下来再走到协和广场 同时进行仪式与艺术桥段演出 台湾代表团将由田径标将女将刘雅廷 桌球好手陈伯燕携手担任开幕式长齐观 开箱老照片 台湾最接近NBA的男人陈信安 2002年8月26号 设贾玉龙队篮球选手陈信安在台北举行记者会 接受美国直篮NBA杀佳缅度国王队邀请参加季前训练营 国中时是手球校队的陈信安 到了松山高中时才开始正式接受训练并钻研篮球 高中毕业加入社会组的篮球联赛 2002年他在NBA热身赛中登场两次 成为第一位在NBA登场的台湾球员 也被誉为台湾最接近NBA的男人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装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